好 欢迎再次来到空前绝后千禧年的记性分享 这是第三次的分享 那要我们这次的分享呢 就是准备要着重在这样一个比较烧脑的问题 有些人可能第一次 比如说你第一次听单一礼书第二章的大象 就是那个石头打碎大象的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问题在脑子里头转 怎么这个石头怎么会变成大山 这个石头打碎这个东西 然后呢又变成大山 石头怎么会变成大山 那我们就 至少是可能很多人有问题 就是过不去那个坎儿 就是我们就针对这样的就再做一次啊 那这次呢 我们想要去借着新约去来去看啊 那么新约就是怎么描述石头的啊 是这样实际上呢 这个问题呢 当然是从旧约也是可以看出来啊 因为啊 我们就看一下上次的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 先对上次的做一个总结啊 一个复习啊 因为上次那边说的是啊 这个 有一个人像啊 这个人像的头是金的啊 绑臂和胸是银的 然后杜甫是铜的 然后腿是铁的 脚是半铁半泥的啊 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就讲到这个石头打碎这个大象 然后打碎这个大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象啊 然后从那个单一里的讲解中 实际上能够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就是说 这个金字啊 这个金头啊 它不是一个指的是一个死的东西啊 它是指的是一个人说穿了啊 它这个关键点就是它是指人啊 当然这个单一里那个地方呢 是讲的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尼布甲尼莎王啊 这个做王的人啊 这个这个人可不是傀儡王啊 可不是这个这个四体不亲 五谷不分的一个王啊 这个这个王实际上啊 按照历史给我们的线索 这个王是非常有智慧的啊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他不认识天上的神啊 或者说 他是不能说他是他是无神论 但他也是也不能说他是认识至高神啊 所以他才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有一个梦嘛 做了这个梦以后 却哥不知道怎么讲解啊 如果他真的认识至高神 他是会知道这个梦的讲解的 所以才带出了一个啊 他要去啊 这个要问啊 要让他的智男团给他解梦 然后解不开 全要杀掉啊 那就是说 你们全是废物啊 你们这些 这个给王这个提建议的这些人全是废物 因为你不能够啊 这个知道我做的是什么梦 也不能解我的梦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他找出但一里的啊 是这么样一种一回事啊 但一里实际上还有他的三个朋友嘛 是他们但一里和他的三个朋友是这么样出山的啊 所以这点很重要啊 实际上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实际上单是从分析这件事情啊 就能看出来原来啊 就从表面上来看呢 那个金头是代表尼布贾尼莎王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他带出了另一个深层的含义啊 就是这些敬畏神的敬畏耶和华的 敬畏耶和华神的这些人啊 就是以这个但一里和他三个朋友为代表的 这三个人呢 才是比金子还宝贵的啊 所以这里呢 带出这么样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种对比啊 对吧 那边是尼布贾尼莎王 这边呢 是以但一里和他三个朋友为代表的啊 那么属天的子民啊 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天上的事情 但是他们祷告 神就将这个这个就是说尼布贾尼莎王所所梦见的东西啊 和这个解释就全部给他们了啊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那实际上也就是说从 但是从那个地方也是可以有解的啊 也就是说他不是这个说穿了这个人像 与其说是一个像 还不如说是一个人啊 具体的人 但这个具体的人呢 又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个一个的人 他是有一个代表性的人啊 所以任何的这个一种像啊 他都有一种代表性啊 所以总之呢 就是说这个啊 单一里啊 这个 书所讲的那个尼布贾尼莎王所看见那个像啊 它实际上是一种表征的含义啊 它表征了一个人类的历史啊 它是一个活的历史啊 那么从巴比伦算起一直算到后边 就会有一个一个大的翻转啊 这个大的翻转就是这个有一个 有一块非人手所着土的石头从山而出啊 打在这个像的脚上的时候呢 然后就发生一个大的翻转啊 就是旧的过去了啊 旧的全都都退去 然后新的就来了啊 而这个新的呢 会充满天下啊 这就是讲到一个空前绝后的千禧年啊 实际上这个我们也在我们出版的书中也多次多方的特别的讲道啊 那我们之所以用这个空前绝后是因为它跟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是锁定在一起的啊 就是说你看见了这个大灾难是空前绝后 你就敢说这个后边来的这个好日子啊 天禧年代表一个好日子 长 很长的好日子 也是空前绝后的啊 所以我们知道任何好的一个太平的天下 它不是轻易得来的啊 它都是经过在前面有一个征战过程啊 这个征战不一定是我们所理解的征战啊 但是它它总之它是一种啊 一种对人啊 对人的这种思想 对人的理念 对人的很多的做法 产生极大冲击的一些事情啊 以至于后来才有一个稳固的根基啊 所以这里呢 想到时候 石头也让我们想到根基的问题啊 所以这次呢 我们就啊 就是很快的啊 就是啊 总结一下啊 复习一下上次所讲的啊 上次呢 就我们看见它的石头呢 它的号码是啊 它的这个 strang号码是69号啊 那么跟这个 另外一个68号是非常相近的啊 上次文明特别讲了啊 68号是代表一个啊 就是那个 希伯来文啊 那个石头啊 的意思啊 那么69号呢 代表呢 亚兰文啊 是同样的一个意思 但是用另外一个语言啊 是亚兰文表述的 所以它的号码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 嗯 而且呢 也就是说这样告诉我们呢 这个就是 希伯来文啊 和中文和英文啊 和各种语言都有个相似的特点 就是说 我们常用的有一个词来表述啊 那么 然后还有些特别的词啊 所以这个 而且特别的词跟常常用的还是有关联的啊 比如说这个 69 69号吧 对吧 那我们一查的时候发现 哎 找到了另外一个啊 这个比较大的啊 就是它排号是6697号 那它这里呢 就还有了69啊 挺有意思啊 所以这里呢 然后呢 还有一个啊 五百 五千五百五十三 啊 五五五三这个词啊 呃 所以让我们看见呢 这个啊 就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啊 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磐石啊 普通的石头啊 就是石头 它有一种表述就表明 这是一种性质 这是石头 不是金子啊 不是银子啊 就是这意思 那么它还带出了一个什么呢 这个石头是有一些特征的啊 比如说合列的磐石 它是被击打 才能出水啊 这里就讲到有一种磐石啊 是要击打啊 才能出水啊 那么 那么 但是有另外一种磐石呢 就不能击打啊 不用击打啊 或者说不用击打啊 只要吩咐 那磐石就出水 所以它这里就代表了 呃 信心的两个层次 一个是好像 击打了 才能成台 成台啊 就好像你有 呃 孩子啊 你啊 管教他 你你你你一直带领他 最后调教出这样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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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让他可以成才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不是这样的啊 是 吩咐他啊 就是好像用一些画啊 用一些内在的引导啊 那么他也可以成才啊 所以这里呢 所以讲到这个 上次我们也提到了哈 这也是有些人所讲到所谓的低盘石和高盘石啊 低盘石啊 是需要击打啊 那么高盘不能击打啊 所以这里 呃 那新约也有人讲过啊 实际上是代表的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啊 指的是他第一次来是要钉十字架啊 指的要受啊 神的击打啊 目的是要为我们献祭啊 让他经过死里复活 那么死里复活之后的他 那就不能再击打了 为什么 因为那是代表的一个灵磐石啊 那是代表的一个啊 复活的身体啊 那是代表的啊 主是从上面来的 是为了救赎成为我们的样式啊 所以要经过死 但是死而复活之后 他又回到 父的那一边啊 所以又回到天上啊 所以就代表了你再次击打 就代表你直接击打神 那就是等于亵渎圣灵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啊 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 你 你敢于这样的击打 那你就丢掉了你在天上的那个 那个救恩的福分 因为你是直接跟神对抗啊 所以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 那就是上次所讲的哈 就是代表的 带出了这个合列的磐石和丰富磐石出水 这两个原文是不同的啊 那么这次呢 我们就看这个 新约啊 就带出这个啊 也就是等于是在新约这样一个城市啊 在我们再看 同样的这样一个石头到底是什么含义啊 看看他有没有一些相似之处啊 而且还有一些丰富之处啊 我们知道 圣经的启示的特点就是说 神是从一个简单啊 然后呢 就好像一个种子啊 然后开始 最后呢 越来越丰富啊 从简单开始进入丰富啊 所以他有这样一件事情啊 实际上神的旨意就是让希望我们啊 这个我们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啊 所以更丰盛的生命啊 我们是从啊 圣经中可以看 从各种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出来啊 那么从新约的这个石头的用法也可以看出来啊 那么 那么这次呢 我又是做了一点啊 功课啊 那么结果呢 就查出有这么几个啊 这个词啊 希腊文 他的编号啊 是跟这个石头是相连的啊 那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3037啊 这个编号啊 那么他 总共在圣经里出现了 新约圣经啊 出现了59次是最多的啊 所以他有这个石头的意思啊 就是 还有活石啊 跟活连在一起变成活石 还有仿角石 半角的石头啊 宝石啊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跟实界的法板相连的啊 这个法板是用石头找出来的 所以跟那个相连的这个石头啊 那么还有这个关于用石头做偶像啊 所以这个跟偶像也相连啊 所以这个词呢 是这么样一些情况啊 然后还查出了一个3458啊 这个是大漠石啊 总共出现了5次 而且所有的每次的出现都跟头在海里有关啊 这点很有意思啊 那今天我们 我不是着重讲这个啊 但是呢 待会我会顺便带他一下啊 就是我们先要去查考 凡是跟石头有关的这些词啊 希腊文呢 就有这些这几个 然后呢 查出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这个4073啊 4073 这个词在整本新约圣经只出现了14次啊 那么每一次都是中文翻译很清楚 就是指磐石啊 他跟那个啊 就是实际上我们英文啊 实际上这个英文也是同样的啊 这个 73037这个词呢 实际上是对应英文的stone啊 那么这个4073呢 他对应的英文的rock啊 我们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 一个是stone 一个是rock啊 所以这个盘石中文也用了一个不同的词啊 用了一个盘石啊 而且这个盘子这个里头呢 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石头 但是它是做根基的啊 那就是从中文的造字也能看出来 就是它斑啊 就是好像啊 好像一个做根基的这样一个石头啊 所以它叫磐石啊 磐石啊 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然后呢 我们还找到另外一个词啊 相关呢 就是4769啊 英文叫pillar啊 总共出现 希腊出现了四次啊 也就是啊 保罗说的是讲到教会的事是真理的注释 就是这个注释 实际上啊 它是跟石头有关的啊 就是连到旧约啊 旧约的一个雅各用石头搭成柱子 那就是石柱啊 所以这时也是相关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啊 它的是四个五啊 它的编号是四个五 那么这个词呢 在整本西约圣经只出现了一次啊 那么它是出现在哪里呢 就是讲到 耶鲁撒冷的根基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这个十二根基的时候呢 特别就讲到第七个根基啊 它是用一种石头来打造的 这种石头的中文翻译呢 叫做黄碧锡 黄碧锡啊 那这是这样一个情况啊 我们是都把它列出来啊 我们不会都去讲 但是让你知道啊 圣经使用的时候 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它是最大号的 排到最后边的啊 它是五五八六啊 就是五千五百八十六 那么它在圣经里只出现了两次啊 这两次很有意思 一次呢 你看不出来它是石头的意思啊 因为中文没有翻成石头 那是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保罗在啊 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 他也参与到参与其中 参与的时候开始是指的是审判基督徒 结果他投了石头啊 这里就是指的投石啊 就是说 在在当时有一个习俗啊 就是要你要去表达你的观点的时候呢 你用一块黑石和一块白石来表达啊 就是说好像审判这个犯人啊 你审判犯人 你觉得应该这个犯人是有罪的 那你应该投出什么石头呢 投出一个黑石头啊 表明他有罪啊 黑色代表罪啊 但是如果你觉得他是无罪的 是冤枉的 那你你投票的时候 你干什么呢 你就投出一个白石啊 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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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头很有意思啊 实际上这个严格来讲是不带这个白和黑的啊 因为这个这种石头 它都可以一种是黑石头 一种是白石头啊 这只是颜色不同 但表达的意思呢 就完全当然也不同了啊 也就是说保罗在用这个词 就圣经在用这个词的时候 一处是讲到人啊 来选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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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出一个选票来啊 就是一个黑选票啊 就是说来定罪 这个基督徒认为他们有罪的啊 他们应该受惩罚啊 他们啊 这个违背了 旧约的这个这个规定啊 所以这里 呃 所以保罗就讲到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他啊也去做出了这样一种啊 这个他啊 就是先是投票表决啊 我站在大祭司的这一边啊 定基督徒有罪啊 然后呢 拿到了这个 这个大祭司的给的命令 然后他就开始抓人啊 开始去啊 那么去迫害他们啊 那么是讲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所以 很奇妙 圣经里这个这个词呢 就是5586这个词只出现两次 一次是指呢 人投票啊 人投出一个反对票啊 那么啊 但是他另外一处呢 很奇妙 他的出现呢 就是代表呢 是啊 代表呢 是啊 这个神投票啊 神投票啊 那里啊 这里我没给出经文啊 大家可以去 我只是简单说一下 因为啊 否则的话讲起来太多了哈 那就讲讲到神 给那真正认识他的人 投一块小白石 投一块白石 然后白石上还写着这个人的名字啊 代表呢 神认识这个人 所以也就是代表呢 神在大战难中间 要要借着大战难 神要去拣选人 所以这次我们看见美国的大选啊 是人选啊 人选人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他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神在选人啊 那么以至于让人选神啊 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你选了神啊 站在你啊 就是说你选你选了神 以后你就自然站在神的这一边 然后你就会蒙保守啊 你就会经过大灾难啊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能够借着这样一个灾难 你这个谦卑悔改啊 那么以至于你站在神这一边 那么你就会落在审判之中 那样的话 神的审判就不会给你投白石了 那就是黑石 黑石代表审判的石头 白石代表赦免的石头 代表宽容的石头 所以这里有这样的意思啊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啊 所以那我们如果这么去看 你再去啊 回到我们起初提出的问题 这个就是砸碎这个大象的石头 怎么可能变成一座大山 你才能够理解啊 好 那现在我们就具体的去看几处的经文啊 我们说的 说了好 我们着重是看重点性的看 那第一个要看的就是最常用的 就像我们上次讲到最常用的 无论是68号还是69号 这是旧约的 那么新约里头最常用的呢 是3037号 3037号的总共出现了59次 出现次数越多 表明它越常用 越是指的是最常用的一个字 然后你去看这个最常用的字 它的第一次出现 那么你就会很快的明白 这个就是圣灵第一次使用这个最常用的词的时候 它的场景是什么 它带出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原文查经一次通 就是第一次出现的这个原则 就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看一下啊 怎么用的啊 然后我们一查呢 发现呢 这个3037它第一次出现呢 出现在马太福音三章九节 然后我们经文是这样说的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这是谁讲的呢 这是给耶稣开路的那个施许的约翰讲的 那他看见一些人来去 来要受他的喜 他不像很多的这个 这个很多的这个神父啊 或者是牧师很高兴 结果他看见他们来受喜 结果他他大发烈怒 骂骂他们 这个我用的骂骂 他实际上骂得很凶的 毒蛇的种类 谁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审判呢 你看 他这个骂得很凶的 他把他们说成是毒蛇 你看 而且是毒蛇的种类 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就带出一个一个种子的含义了 到底你是什么样的石头 是一个毒石头 还是一个好石头 所以这里呢 我们看见这里 你去看那个背景 那么就是这个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上 实际约翰看见那些人 他就大胆的训斥他们 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然后呢 还不够 还说你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恩是我们的祖宗 你知道 这些人全是犹太人啊 这些人全是血统的犹太人啊 全都是 从血统来讲 他们就是犹太人啊 他们也以自己为犹太人的子孙为傲的 为骄傲的 为自豪的 但是呢 实际约翰却不理他们 却不踩他们 却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 这个是太厉害了 实际约翰也是太敢说话了 然后呢 他说了这样一个话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 你看 这是复数的石头 就是他第一次的出现是复数的石头 他的号码是3037 然后这个石头呢 跟什么呢 从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那做得很清楚了嘛 你们 你们从外面来看 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不错 但是 神还可以再为亚伯拉罕兴起全新的子孙来 是从哪里出来呢 从石头出来的 从石头缝里缝出来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里 讲到这里就让我们想到很多的事情 那么 我们知道中国人很喜欢看那个西游记 他整个西游记 他说穿的是用一个很形象的方法 用一个猴子 用一个石头 这个猴子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生出来的 来形容这个人 就是这个孙悟空是不同的 跟其他人是不同的 他好像是又有猴子的这种源头 但是又不同于人 他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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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里我们 看到这次经文呢 就让我们想到 想到这个 这个 神在历史历代 用各样的方法 启示了天上的法则 天上的法则 你是活的 是奇妙的 你把他堵死了 那你就完蛋了 你自己也就死掉了 所以这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 这是这个3037 这个词的第一次出现 那么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说了这个 这个这个 3037 他是出现最多的 因此也有很多的经文跟他相关 但是呢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完全不一样的 这边就要分成石头 但是另一个明显的 中文很一致的翻成是 磐石 而且是保罗他特别 加了一个零磐石 讲到零磐石 这样的话就跟旧约就对上了 对于旧约就是有一个 磐石出水的事情 一个是击打磐石出水 一个是丰富磐石出水 你看到吗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呢 就带出这样一个一个 这个词来 这里我也同样实际上也给出了 这个他相应的 这个 告诉我们呢 待会我们会讲这个树根 我们先看他的这个4073 他的第一次出现 他总共在圣经出现了14次 在新约圣经出现了14次 那么他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呢 出现在马太福音 这个7章24节 所以这里你看只相隔了4章 那么3037第一次出现 出现在第三章 那么4073呢 却出现在第7章 就是4章以后 他第一次出现 是出现在耶稣第一次引用 他的说话 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 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这里讲到这个对比 这样讲到两种的根基 一种是房子建在这个 建在这个沙子上 另外一个是建在磐石上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讲到很明显就讲到 这个两种的建造 一种的建造是容易倒塌的 没水就没问题 有水 你这个沙子就会被水冲走 然后这个房子也倒塌 但是如果你将这个房子建在磐石上呢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看见这个磐石 4073这个字 这个 这个叫做磐石的这个词呢 他是跟盖房子有关 他是跟这个盖房子的根基有关 对不对 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再看几处经文相关的 那就是 那接下来的就是 就是我们是从 因为我们跟要跟这个 我们我们讲的这个砸碎 这个大象的石头变成一道大山相连 我们找出 在意识层面上找出相关的 那就是耶稣在二十一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所讲的话 耶稣说经上写着 将人所弃的石头 就是一个石头 你看 以做了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做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但是引用旧约圣经 然后他说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所以我告诉你们 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 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 谁吊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 这是自己跌碎 这里讲到两个层次 然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你看这两个不一样 就是一个是被他绊倒 那是你自己被绊倒 那是你自己跌倒的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代表审判了 代表就是说这个石头还要砸在人的身上 那么那么谁被砸 谁就被砸得稀烂 所以这件非常的 这话是非常的重 然后呢 经文还告诉我们 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 所以这里就带出一个比喻这个词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一种比喻 包括意象也好 梦也好 实际上他是用一个有形的方式 说无形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他是一种来自天上的比喻 你不能进入这个比喻的内涵 你就只能停留在比喻的外在层次 然后你脑子一直在转 这个石头怎么变成大山呢 石的石头怎么跟人相连呢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这个词 这个地方就很清楚 告诉我们它是一种比喻 然后呢这个 然后这个3037还有一个地方呢 跟这个我们今天所讲的相关的 就是罗马书的九章33节 诸如就如经上所记 我在西安放一块半角的石头 这是这个3037 你看 但是呢很奇妙 他后边一个词又出现出现了4073 也就是说这一节经文非常特别 他这两处的两个词 就是石头这个词和磐石这个词同时出现 一个是讲到他半角 我在西安放一块半角的石头 然后呢 然后是跌人的磐石 这个很有意思 那这里就是这处经文就是两次 在同一处经文 同时出现 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 很强烈的对比 那么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半角的石头 让我们看见 大概有他像一种感觉是一种好像小石头似的 那好像给你丢那么一个半子 使那么一个半子 你就可以倒了 但是呢还有磐石就不一样 一个大磐石还能让人跌倒 那就说明你整个瞎眼了 对不对 一个大磐石几乎都比你太大了 我们知道旧约找到那个磐石 大概五层楼左右的高 那样的磐石你都看不见 那你说你是不是瞎眼呢 所以这个跌人的磐石呢 他又告诉我们另一个层次 另一个层次 然后但是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 这里讲到信靠的人 就说这样就带出一个说穿了 当你不信的时候 你最后你发现神做的很多事情 会好像他让你跌倒 那就是说不是别 不是人做的事情让你跌倒 是神做的事情让你跌倒 那是神自己让你跌倒 那这个就是你就要去想一想了 这是神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那就说明我们已经有不信的恶心在里头了 以至于我们被神自己所跌倒 但是你信靠他的人 所以这里就讲到信呢 不信就会被绊倒 会这样一个情况 但信呢就不至于羞愧 也就是说虽然你信的时候 跟你一同信的人是不多的 你觉得好像挺羞愧的 那么多人都不信 只有你信 那么你会觉得你很羞愧 但是最后证明你所信的是对的 所以才有一个信靠他的人 不至于羞愧到底 最终神自己会印证你所信的是真实 所以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处 就是实际上就是保罗所讲的那个灵盘石了 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里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这点有意思 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盘石 就是这个词 这个盘石 而且连续出现两次 那盘石 重复一次 那盘石 就指的是前面说的这个盘石 灵盘石就是基督 所以这里就一下子给我们连上了 从这个属灵的含义来讲 那么新约这位来的这位活的基督 实际上那他在旧约有一个影子 那个影子就是 而且是双重的影子 一个是被击打的合力的磐石 代表主耶稣上十之下 还有应该是代表的那是什么呢 是不能被击打 也不能击打的磐石 代表是从天降下来的 借着圣灵降下来 也代表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升天 那么又降下 这样的一种形形 住在信的人的里边 那么这样的磐石呢 是灵磐石 是全然属灵的 而且是住在信的人的里边 做你里边的根基 你有这个磐石 灵磐石做根基 你就不至于害怕 那你即使你渴了 你可以去 这个不需要击打 只需要去求告 只要只需要去祷告 只需要去把 向神甚至说 吩咐主啊 我真的需要 那神就会 用另一种方式 来丰丰富富的来供应你 所以这就是 灵磐石的特点 然后呢 就是还有一书经文 也非常的宝贵 就是彼得前书的二章四到四节和五节 就是这里又给我们 一个另外一个层次 让我们看见 圣灵在新约使用 这个无论是石头也好 还是磐石也好 他的使用是非常的灵活的 他用了一个什么词呢 就是主乃活食 你看这里就讲到 是活的 用了 而且这个原文 原文那个词呢 它是一个永活的意思 它是用永生那个意思的 在其中的 主乃是永生的活食 永远的活活着的那一位 他是3037 固然是被人所弃 却是被神所拣选 你看到吗 这是讲到神的拣选 这不是讲到人的拣选 不是指的人选人 这是讲到神选人 那么 却是被神所拣选 所宝贵的 不单是拣选 而且是宝贵的 是独生的爱死 你们来到主面前 也就像活食 你看这两个活食 前面一个活食代表主 后面一个活食代表什么呢 谁来到主的面前 谁也就被当做了活食 谁也就活了 对不对 因为你能来到主的面前 就证明你是活的 否则他不能 这石头怎么会自己走路呢 对不对 除非你是活的石头 除非你是活人 否则就是死人 死人是不会走路的 所以这里你把它连起来 一下就很通畅 很清楚 所以讲到主是活食 因着他的活 他来到人间 经过了死 那么因着他是永活的 他是不能被杀死的 虽然身体被杀死了 那么他也要从死里复活 所以死里复活的主带着这样死的身体复活 所以还留着钉痕和枪伤 对不对 所以才让门徒可以看 他是真的是 他真的是领受了这样一个血肉肢体 然后呢他又在这个血肉肢体里头做事 然后也也借着这个血肉肢体经过了人所以为的死 那就是灵魂和身体的分开 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 他的这样一个身体也跟着他活过来 所以变成了一个灵性的身体 这就是所谓圣经所讲的身体的复活 那么所以呢 我们是因着这样的一位的主 我们被神所悦纳 所以我们被神所感动 被神的灵所激励 以至于我们能来到这个是活食的主的面前 这是永生的活食 那么然后我们也就因着跟他接上了 我们也成了活食 也有了永生 因为他是永生的源头 而且呢还要被建造成灵宫 这是讲到这个石头是要被圣灵感动 它是一种不是死的石头 它是活的石头 是可动的 是指的是人 是指的是新造的人 被建造成灵宫 这是讲到新约的教会 而且做圣洁的祭司 我们因此成为祭司 旧约的祭司 是要按照人的血统来定的 新约的祭司不是这样 是按照天上的血统 那就是凡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跟主相连的 我们就都成了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 我们也要成为活的祭物 不是被杀死 乃是被神所改变 那么这样的一种 蒙神悦纳的 神一看就喜悦 这群人是知道我的旨意的 这群人是带着一个 那么我的儿子死而复活的这个生命 来到我面前的 他们知道是要借着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 改变他们的必死的生命 所以这样神才喜悦 神就用圣灵充满这些人 那么所以这样圣灵的这个充满 就印证了这样的祭是神所悦纳的 所以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活时我们就带出了这个活祭的事情 然后呢这个最后一点就是这个相关的 就是在启示录十八章 我们这十八章十七章讲到审判 讲到审判一个地上的一个国 叫做巴比伦大城 而且这个这件这件事情 我们知道很多人读圣经的人知道 这是指的是什么 然后他就讲到这个大一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 然后呢形容这个石头 这个石头它是3730 但是呢大家描述这个石头呢 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词 好像大磨石 他的号码是3757A 之所以是3757A 他是指的是他跟这个3457A 他跟3458是相连的 是有关联的 就是都是指的是墨石 但是要稍微有一些不同 因为他这个含义是不同的 在这个因为他这里说到出现了五次 那么只有一次是讲到 这个这个3730 这块就是举起这样一个石头 然后好像这个石头呢 又像大磨石 然后呢把它扔在海里 然后说巴比伦大城 也被这样猛力的被扔下去 绝不能再建了 这里就讲到天上的一个审判 就是天上已经不认这个巴比伦大城了 要被被神从他的国度里头 他的本来是可以算作神的国度的 但是呢现在却不能算了 现在要去要从神的国度中扔出来 那么扔到哪里呢 扔到海里 所以这点有意思 那绝不能再建了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大 然后呢你去如果去查3758 他另外的四次的出现 你发现没有一次例外 都是主耶稣讲的 而且讲的什么情况呢 他用了一个什么话呢 你自己去查 我就是直接用 我直接复述出来 他的意思就是说 凡是让信我的人中间的小子中一个跌倒的 那还不如拿一块大磨盘 拴在他的脖子上 然后把他投在海里 你看到吗 你要投一个人投在海里 他会游泳还死不了呢 但是你想像一个大磨盘挂在他的脖子上 然后跟他一同投在海里 那个人不死才怪呢 对不对 他不想往下沉 大磨盘会要往下 让他往下沉的 所以这个大磨盘 你自己是思想吧 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清楚了 你看到吗 这里有一块石头 是被弃绝的石头 像大磨石一样 所以他这里 你看到吗 他就代表了一种弃绝 代表了一种投在海里 海是代表审判 所以这里你跟千禧年就连上了 对吧 那千禧年讲到什么呢 讲到又是一个天使从天而降 要干什么呢 要捆绑撒旦 把他用链子捆起来 然后呢 把他丢在哪里 丢在无底坑里 你看这样对上了吧 这边说海 那边说无底坑 对吧 这边 这边这个 这个说举起来 那边说用用这个 这个链子捆起来 对不对 然后猛力的扔下去 这里加了一个 还猛力的 这个扔下去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看见 这是好大好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 就是石头 他代表的一个 一个起点 你从这个这些数字 这些这个就是 装男本的排列 我们就看出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轮廓 就是说 3037这个号码这个字呢 它代表一个起点 它是代表一个起点 它是代表一个好像中性的起点 任何人都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普遍的用法 普遍用法都可以算做一个石头 那么但是都可以变成活石 也都可以呢 因着主做了防角石 也就跟主相连 那么 也可以成为是宝石 也可以是认识神的律法 实戒的 但是也可以成为偶像 这里就带出这样的一个石头 起始的石头呢 它是有一种 不错 它有一种 这个好的一面 就是它是自然的 那不像金银 金银铜铁泥 它是不自然 我们以前说过 它之所以不同 就是那个 不是说金子不好 它是指的是相对来说 相对石头来说 它是指的是不自然 不稳定 不稳定的状态 但是呢 经过神手中的工作以后 你发现呢 这个再往 这个号码越来越高 你发现它越宝贵 越珍贵 所以它中间其中有个过渡 就是3458 是代表的这个过渡 是不是没有达到神的旨意 最后还要被投在海里 但是它再进一步往上走 就变成了4073 就是磐石了 然后再往上走一点 就是代表了真理的注石 代表了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这个石头是有一个突出性 它代表的跟神的真理相连了 能够直达上天 因为这是跟雅各的那个天梯是连上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四个五 你看四个五 五是代表恩典 四重恩典 这是很重要的 然后跟这个数字七就连上了 它代表的是新耶路撒冷城墙的第四座 第七座根基 我们知道这个千禧年实际上是跟这个数字七是连上了 对应的创世纪的那边的七天 所以这点我们就 所以我们看见 我们从数字的角度去研究圣经 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个同样的意思 用不同的方式 多次多方的方式展现出来 然后你再升级一步 到了五五八六 我们看见就是什么 只出现两次的白石 就是这个 也叫投票石 就是说 这时候可以表决了 而且这个投票不是 你有人一个表决 就是人怎么看你 还有呢 神怎么看你 就是说神 人可能给你投黑石 代表审判你 代表弃绝你 代表呢 逼迫你 对不对 那么这个代表你这个好像被选上了 还要被 还要去被 被 被弹壳 但是神 可能会给你投一块白石 总之 你看见 这个人所做出的这样一种投票 跟神所做出的投票是不一样 所以这里 唯独出现两次的这个石头 这就代表小原石 代表投票石 它可以是白色的 也可以是 黑色的 但是它代表的意思就是它有双层意思 黑石代表审判 白石代表赦免 代表 不单是赦免 代表什么呢 神看你是圣洁的 神看你是完全的 神要去大大的奖赏你 给你投一块白石 而且这块石头是专门给你的 是由你的名字写在上头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那就这样我就把这整个过了一下 正好也算作是对这个提出的这个所谓烧脑的问题 做了一个回答 那么我们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这个为什么砸碎这个大象的石头可以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呢 因为这个砸碎这个大象的石头 它 从 起初的这个层次来讲呢 是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主 代表的是神 也代表的是神的国度 那么 之所以这样的一个石头可以变成一座大山是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石头是代表一个属天的种子 是代表一个国度的种子 它这个石头好像一个由众多的属天的子民来构成的一块石头 所以才有一个聚在一起成为石头 但是打碎大象之后完成他的使命之后呢 它就充满天下 代表的 那么这就是那个施洗于汉所说的 叫神要从石头缝里头 从石头中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所以这点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 所以但愿这样的分享能够帮助你 而且我要再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呢 就是施洗于汉的这个 这个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你跟亚伯拉罕 你跟神有好像有一种 就是甚至你说我是基督徒啊 对不对 我跟耶稣有血统关系啊 对吧 但是有没有血统关系 不是靠你说的 也就是说不是靠你认耶稣 你就是基督徒 注意哦 真正的基督徒 他的狭义的基督徒是指的是神给你头一块白石 神说你是你才是啊 所以这点就非常非常重要啊 而且保罗在讲到这个受洗的时候 又是也是又给我们点了这样一个线索啊 你看以色列人在旧约里头啊 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 哎 怎么叫归了摩西呢 因为 他们在旧约有一个特点就是 就是以色列的民是看不见神 只有摩西能够认识神啊 所以他们都是借着摩西跟神发生关系的啊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所经历的 在摩西带领下 所经历的那些事情 都等于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啊 所以啊 也就是说 严格来讲是什么呢 他们并没有跟神建立直接的关系啊 所以这个很像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啊 你受洗了吗 受洗了 你你通过谁受洗的啊 通过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受洗的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 那么你自然 你教会的牧师就成了你的带领者 对不对 然后他所讲的 你就把它奉为是圣旨 对不对 但是别忘了啊 你那是 只是受洗归了你的你的牧师啊 还不叫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啊 你归在他的名下也可以这样说啊 因为那个人是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 但是啊 凡是帮助别人的人 他的目的是希望他们直接跟神发生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啊 你才能说耶稣基督是给我施洗的那一位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水洗跟灵洗是不一样啊 你受的是水洗啊 那么这个水洗是一个牧师给你给你施洗的啊 也是牧师来喂养你 来帮助你的啊 那因此你也去非常看重他所讲的啊 但是他只是一个呃 一个啊 代表主的一个人啊 这个人可能是不完全的 这个人可能会软弱 这个人甚至可以跌倒啊 这个人而且跌倒的时候可能甚至找啊 造成你也可能跌倒啊 但是呢 你不要被主自己所所办到啊 也就是指的是啊 你主在你信主之后啊 不一定按照你的一个意思来带领你啊 以至于你就被神所办到了啊 啊 就是他所他引领你的方式啊 被办到啊 那就很惨了啊 所以这就是啊 我要最后补充的啊 要你知道啊 就是说啊 啊我们啊受水洗啊 某种程度就是容易受那个给我施洗的人啊 会教导我的影响啊 但是呢 神希望你直接跟他发生关系啊 直接认识他啊 从宗教啊 你可以可能是很多人是从宗教入门 但是呢 却却以信仰啊 为一个最终的一个根基啊 就是你自己跟神发生关系 这也是前几次我们所讲的啊 约伯所收的试炼也是这样啊 所有圣经上这些人物啊 包括无论是 所以包括圣经之外的啊 包括现在的人啊 历史历代的圣徒都是这样啊 他们不错都是啊 那么因着圣灵啊 的感动 因着神使用一些人给你传福音 给你传信息 你开始认识神 但是最终的目的啊 是要把你带到基督的面前啊 让你直接认识基督 啊 当你直接认识基督 你认他的时候 他也认你的时候 那时你就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啊 所以这是啊 我想说的啊 那样的话 那么神就在啊 普天下之啊 普天下的人受试炼的时候 要保守啊 你经过试炼之后 能够还出来啊 能够不被啊 这个试炼啊 啊 说说说啊 就是这个试炼是代表这个 好像石头啊 所代表的这样一种审判的过程啊 不会被石头砸碎啊 反而呢 被石头所建立啊 所以也就看见 原来这个磐石它是有一个特点啊 当它磐石开的时候 它有一个磐石的穴啊 你可以藏在其中 所以这个磷磐石啊 是有很对我 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的层面啊 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啊 一个避难所 它也可以作为我们啊 做事的根基啊 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一些感动啊 提醒的说出来 但愿对大家有帮助啊 那么有还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大家啊 这个提出来啊 那给我以后的这个做一个线索啊 做一个思考的空间啊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